昨天上午八點多 原名來自雲林的林姓男子 開車到了總統府前 林汽油想要自焚 還好現場的憲兵跟警察 馬上就將他制服 沒有發聲不幸 上午九點多 總統車隊開進總統府 現場還有軍理要歡迎 瓜地馬拉新人大使雅古華 到總統府向總統稱帝國書 不過可以看到在總統府前的 普遍路面上卻有一大塊油污 這是因為在馬總統抵達前的 一個多小時 也就是上午八點多 有一名來自雲林的林姓男子 開著畫面上這台貨車 在總統府前停下 下車後打開預備的汽油桶 往身上淋汽油想要自焚 還好現場的憲兵和警察 在男子點火前將他制服 並由警方帶回征詢 我們剛剛初步了解 他所講的就是說 他的手機 電腦 都會有一些不明人士去監聽他 監控他 導致他過得很難過 整天被人家在監視之中 然後過著這種生活 他覺得很痛苦 所以才會來這邊 今天才在總統府這邊來 然後做這個舉動 不過這名男子 在總統府前的激烈行為 可不是第一次 今年二月二三號 他想開車衝撞總統府 車子被花台擋下 警方還在車內找到刀與棍棒 調查發現這名男子精神異常 後來這名男子也到醫院住院治療 不出院後 竟然再度到總統府前要自焚 警方決定將他送醫強制治療 前面他才剛就等完出來沒多久 所以應該是他的精神方面的疾病有發作 台北的部分的話 目前有姐姐 有姐姐是在台北的 目前我們會聯絡他家屬來 那後續的部分 有需要強制送醫的 或請家屬協助的部分 我們會再做一個初步的處理 總統府前再度發生危安意外 總統府表示一切交由警方處理 沒有任何回應 記者張志宗 陳信龍 台北報導 區 局長 局長